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个月陪同父亲到中国大陆的河北一带去探亲 那时候最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 每天早晨到晚上你是看不见天空的 因为真的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尘埋 你在呼吸的时候都可以感觉到那个 好像空气里面的沉沙的那个含量好高哦 呼吸进去都觉得很不舒服 好希望可以赶快从外面走到房间里面 也许那个空气才会比较好一点 我有朋友从上海到北京去发展 那北京之后呢 他就拍了几张他上班的地方的外观啊 办公室的大楼啊 他的照片贴在脸书上 那我最想要回复他的就是 你现在贴的是北京的天空吗 竟然可以看得到蓝天 真是太感人了 因为过去我去北京的经验 真的已经好久好久都没有看到蓝天了 所以觉得哇 他这时候可以看到蓝天 真是太幸福了 是的 河北这一带啊 还有一些其他北方的省份 中年都是被非常非常厚的 非常非常严重的买害所笼罩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0月31号 发表了还儿童干净空气报告 指出全球超过3亿儿童 每日呼吸的有毒空气 比国际标准高出了6倍 每年并且有60万名5岁以下的儿童 死于空气污染所引发的疾病 这个现象在发展落后的国家 是特别显著的 所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执行主任 雷克强调空气污染呢 不仅是对于儿童致命的 也会影响到胎儿的肺部 还有脑部的发育 这个伤害呢 是终生都无法回复的 此外空气污染与流产 早产低生育率都是有关联的 所以改善空气品质 等同减少社会所付出的代价 在还儿童干净空气的报告书中 还包括化石燃料减少使用 投资于能源使用效能改进 还有增进儿童使用健康保险 包括各种预防注射 以及如何防范肺炎的知识 还有学校应该尽量远离制造空污的工厂 等污染源 住宅应该使用更低污染的炉具 以及空污监测必须持续改进等等的 四大目标 目前全球大约有20亿的儿童居住的地区 空气污染指数都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 WHO的建议值 其中92%位于开发中的国家 高污染点则多集中于大城市 专家就呼吁各国应该减少使用化石燃料 因为高度使用化石燃料的交通工具 低值被所导致的尘埋 以及未经减量要求的废弃物燃烧 是高空污的主要因素 在雷克就强调空污问题不可回避 以发展国家投下许多努力保护儿童 免于污染物毒害 发展中的国家 包括低度与中等收入的国家 也需要加紧脚步才行 大概在二十几年前去中国大陆旅行的时候 我去到的每一个城市抬起头来 都可以看得到蓝天 那后来就开始出现一些 听起来很像笑话的说法 就是比方说什么 从卫星上面拍到中国大陆 发觉怎么突然有个省不见了 原来是被空气污染了 然后被整个尘埋笼罩 所以在卫星图上都看不见他了等等 当孩子听到这种说法的时候 都觉得是笑话好好笑 可等他真的实际到了一些地区 例如中国的北方去旅行 或是去工作的时候 才真的会觉得 哇 空气污染的问题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现在呢 对于我们的孩子 也都产生了这么严重的影响 那对于我们的未来的影响 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呢 确实是我们要一起来努力 让我们的空气可以变得更好 所以常常我觉得 当我在台北 或在台湾早晨起来的时候 我愿意走到后外去深呼吸 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个 非常幸福的人 希望这样的幸福 可以持续下去 成为无忧的每一天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是无忧的一天 黄建伟所演唱的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阳光在天夜洒落 我记得日子过得好快 我小的时候啊 我们与食物之间 或者食材之间的关系 是非常近的 那时候常常走出门外 就会跟着父母亲走到旁边的一些田地里面去 就看到很多的农人正在田地里面耕作 或者是在菜园里面交菜等等之类的 因为或者是在二三十年前 那时候有一些空地 河堤旁边的空地 都被很多当地的居民啊 就一块一块的把它开啃出来 然后就种了很多的蔬菜啊 水果什么的 于是我们也常常会得到大家的馈赠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们的学校里面甚至有一个大厨房 大厨房里面每天都运来很多很多的蔬菜 那大厨房里面的师傅们 就会做给我们全校的师生吃 所以常常在下课的时候 我们就跑到大厨房去看 今天到底进来的什么食材 哇我看到茄子 哎呦我看到苦瓜 我不喜欢吃等等之类的 所以那时候会觉得 好像孩子们跟食物 或者是跟食材之间是很有感情的 不知道蒸几何时 孩子们他们每一天的食物 可能就是打开便当 看到一个被装的很漂亮的一个便当 或者是里面有很多的肉的便当等等之类的 再也不知道 其实自己吃的这些东西 他原本的样子是长的什么样子 对我们的身体到底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吃了这些东西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还是有坏处呢 好像也都不知道 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亲子天下媒体中心记者李金玉 金玉他们在第11月号的 亲子天下杂志封面故事谈的是 食农教育 金玉你好 曼杰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 食这个字我们也明白 农这个字我们也知道 可是食农教育到底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教育的概念呢 是 其实这个不是我们第一次做食欲的封面 我们在六年前其实曾经做过一次食欲这个主题 对 那我们这一次在做啊 其实有一些蛮振奋人心的发现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来会把这一期的封面 定调为食农教育 因为过去啊 我们在做食欲的时候 我们强调孩子吃得好 但我们后来发现会有一个卡观点是 孩子不晓得他们吃的东西从哪里来 跟怎么烹调 那所以后来我们就发现要推动食欲 其实他得推缩到最源头的生产 比如说农夫他用什么样子的农法 有没有使用农药来种植这些作物 那这个也会影响到作物的收成啊 还有我们实际上吃进去的这些影响 所以我们就发现 如果我们要推动有效的食欲 真的让孩子从小 就是应该说呵护他们的味蕾 而且他们也了解这个食物的来源 他们对于这些我们所谓的什么苦瓜 还茄子的孩子 比较容易排挤的蔬菜 会多一点情感 他看着原来食材是这样子长出来的 看着他从一个小种子变成一个大木瓜 其实孩子对那个植物是会有感情的 然后他也会了解 原来我吃木瓜 其实不需要加什么调味料 它的原味是如何 所以我们这次就发现 如果要做有效的食欲 我们要推动从产地 一直到产桌这一条龙的路线 让孩子完整的认识 所以我们这次会希望 透过食农教育 来带给孩子一些观念 是 在你们这一个专题的一开始 就谈到营养午餐要吃四张EQ食材 现在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四张EQ 是 我们会做这个食农教育 有一部分是因为从这个学期开始 政府希望可以推动六都 就是大部分都会去的孩子 可以在营养午餐里头 吃到我们所谓四张EQ的食材 那这四张EQ是什么呢 因为大家一开始听到都是 吴萨萨 对 像这个所谓的认证是指什么 那其实内容呢 就是会有我们说的 优良农产品CAS的这个认证 或者是大家可能有听过的 吉原谱以及有机认证 那还有一个的话 就是产销履历 那我们所谓的四张 或者是这个 这些都是由政府把关 那从它在种植的时候 有没有用所谓比较天然的 这个防病虫害的这个防治法 还有它在农药上面的使用 有没有符合那个标准 那像其实有机认证 它非常的严格 它几乎是农药要零减出 对 然后或者是说 可能农夫还是有用少量的农药 可是我们在采收的时候 确保那个农药已经消退了 对啊 孩子不会把这个农药吃入口 那另外一个Q呢 就是现在比较数位化 它可以从一个QR code 就是这数位码 二维条码 那你一扫描 就可以找到 原来是哪位农夫 种植出来的作物 就好像一个履历表一样 对 你可以去追溯到 它最原始的源头 然后晓得 这是谁种的 它的产地在哪里 这种想法听起来真的非常好 可是今天我也不免想到 像要完全符合这个四张EQ 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个产销的状况的话 是可以做得到的吗 因为像这些很多可能是来自于小农 或者是什么 可是学生那么多 那大家吃起来也 食量也是很惊人的 也真的足够吗 足够供应吗 没错 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在 就是说这个政策当然是利益良好 希望也可以为我们下一代的这个营养午餐把关 对 那我们后来就是开始做了一连串的报道跟采访 之后我们也发现 其实这个政策背后还需要很多的行动来支援 那我们也希望抛出这个议题 让大家一起来思考 就是说确实以现在全国会有190多万的国中小学生 那光六都它其实就占了七成的学生人口 但是要光是要照顾这七成可以吃到有机 或者这些四张EQ的食材其实很不容易 对 我们也有问就是团线的业者 他们也是非常的挣扎 因为小农 第一个是他并不会去大量的压榨土地 用大量的农药 所以他其实都是很尊重土地的做法 那也就是说他的产量不会那么的多 那在产量本来就有限的情况下 又要供应这么大量的人口 确实是有困难的 对 所以就是说在事半的这一年 他在产量上就会有困难 好 所以现在有一些台湾的校园 就开始自己来自营农场 对 老师 校长 老师带着小朋友们一起来农作 其实之前就有一些 偶尔有一些学校 就类似于森林小学那种学校 他们就来做这样的事 也养一些动物啊什么的 但是要普及到 很多学校都能够做得到 可能还有一段相当的路程 可是已经有一些学校 开始做这件事 对不对 对 我们这次在采访过程中 其实还蛮开心的啦 就是看到台湾至少有一批 算是先锋 算是种子老师的狮子 已经对于食农教育 有很完整的这个课程发展 然后还有很深的认识 他们对食育也不会只有 后端在吃的这一块 还可以回推到前面的种植 跟生产的过程 那这些老师跟校长 我发现他们有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都曾经去过日本取经 他们有可能都是组团 然后去日本做参访 因为日本算是全球第一个 食育立法的国家 那他们推行这么多年 也算是小有成果 让我们就去借尽日本的经验 那他们后来就是回来 这些学校开始在种植 或者是带孩子 在做教育农员的时候 我们发现 其实食育他除了在吃这一端的能力 其实也可以回归到孩子很多的综合能力 比如说孩子要记录 这个植物生长的过程 那也会跟他的自然学科有连结 那或者是他们收成之后的作品 也可以跟健康课一起结合 可以教孩子做简单的烹饪 所以它会是一个综合能力的展现 好 我们待会再聊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时针分针喝地酒要中午啦 已经闻到美食扑鼻香 独自咕噜的脚提醒着我啊 前手借着后背了快放 冰箱 快告诉我你也想知道 今天吃什么粉 我吃一口 它从地鸡花瓣牛牛 我们都不知感受那种 吃什么粉 我吃一口 是不是你比较少 冲房而已给你比较多 睡着分着喝地酒到中午啦 这搭乘的是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亲子天下媒体中心记者李金玉 金玉他们呢 在11月号的亲子天下杂志封面故事 是食农教育 提出了饮食素养的三大内涵与行动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聊 到底什么叫做饮食素养的三大内涵 对一开始我们在做这个食欲 其实我们也在搜寻 有没有更新鲜或是 更有未来感的这个能力 那后来我们决定用饮食素养 这个作为我们的一个关键字 因为大家认识素养 其实就是我们所谓一种脱忙 然后可以提高 所谓大家的视资率啊 读写能力这种能力 那其实对于吃这一个领域 我们也应该具备这种 你懂得选好食物 然后你也看得懂啊 它的生产等等的这些能力 那才能确保我们吃进去的东西 是安全无余的 那我们这一次 就是说在提倡食欲这个能力 还有饮食素养呢 其实我们有三个 那第一个其实就是 希望孩子可以具备 所谓的选食力 他可以知道 什么样子的食物吃进去 对他的身体是好的 对 因为很有可能孩子他在 就是从小生长的过程当中 他多少会受到家庭的影响 那如果我们习惯 这个比较重口味的喷条 那孩子他在小发展过程当中 其实他就会受到影响 他的味蕾可能就习惯了 这个比较重口味的料理 那一时间要孩子改怀 其实是有困难的 如果我们从小就可以 让孩子的味蕾习惯 清淡而且健康的喷条方式 那对于孩子未来 往后几十年 人生的健康会是比较有帮助的 好 所以第一个就是要让孩子 具备有选食的能力 而且其实也是等于 要重新去训练他们的味蕾 因为有些孩子 可能从小吃太多添加物 他的味蕾已经被添加物搞坏了 对 所以没有这种添加物的东西 他就觉得不好吃 对 吃不进去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 爱香又爱土 对 我们这一次就是说食农教育 他除了吃这一块 他还有生产 那我们就发现蛮多的学校 以云林来说 我们那时候去云林一趟 看到一个国小 他做得非常的好 那在光复国小这边 其实他们说 他们在发展食农教育 会有一点幸运 也有点交集 一方面就是说 在云林他们有比较多的腹地 可以来做教育农员 让孩子亲自种农食物 那一方面他们有一点焦急 是因为云林 它其实是一个人口外移 相对比较严重的县市 他们也希望孩子可以认识到说 其实他们的所在地 云林 就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农产地 他们提供台湾非常多县市 跟非常多人口 这些农作物 比如说稻米 蔬菜 那他们就带孩子 直接种他们在地盛产的食物 那孩子看着这个 自己种植的东西 然后也会对于他们的社区 多些认识 那很有可能老师 在过去这个 师资培育的养成 比较缺乏食育 或是农业的这个专业知识 那他们就找 社区里头的齐老 来教孩子 太好了 或者是跟孩子讲古 会告诉孩子说 其实稻米收成的时候 它是有一些祭天的仪式 谢天 感谢老天爷赐给我们 这个丰富的作物跟收成 然后他们就带孩子一起祈祷 然后也会讲一些 就是古时候的故事 给孩子听 那孩子就会觉得 对于这个社区 非常的有连结感 学校围墙 内外的生活 也会比较一致 他们看得到自己的外公 自己的爸爸妈妈 在种植这些东西 也不会对于农业有比较 因为有时候小朋友 会对农业会有 比较多的歧视 会觉得说 农业是不是很辛苦 那他们亲自种植之后 就会发现 其实可以种植出东西 提供给别人吃 是一件非常不错的能力 而且好像这个云林 光复国小 还有孩子自营 学校农场的 综合能力课 也就是说 它不只是一个 课外的活动 它已经变成了一个 正式的课程 对吗 对 他们就放到 他们的课程当中 也以 他们的烹饪课来说 小学的时候 他们会有一个 是健康领域的课程 那他们就把 教育农员里头 收成的木瓜 当成他们健康课的食材 然后老师会 放市售的这种 木瓜牛奶 然后跟 教他们DIY 用自己收成的木瓜 加上牛奶 打成木瓜牛奶 那让他们比较 试售的跟自制的 差别 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小朋友的 那个表情好可爱 小朋友觉得说 哇 市售的好香 好浓 然后老师再带他们 看这个市售的里头 其实除了木瓜跟鲜奶 还添加了很多的糖 跟我们不认识的 这种各种防腐的成分 那孩子就会知道 哇 原来在外面销售 他必须要防腐 所以得添加 这些奇怪的物质 那孩子就会对于 饮食的这个营养 有更多的选择的能力 然后我还看到 这里有一张 很可爱的照片 一群孩子牵着手 好像导户老师那样 他们在导户的 不是小朋友 也不是学生 他们在导户的是 一群鸭子 对 因为他们学校教育农员 比如说除了种木瓜 他们还有种稻米 因为云林也是 盛产稻米的现实 那他们就选择了稻米 作为他们种植的作物之一 那这些鸭子做什么呢 因为他们要用 有机的生态农法 不喷农药 那他们就每天 导户这些鸭子过马路 然后从学校里头 过到那学校对面的 教育农员 然后围起来 让鸭子安全的过马路 那过去之后 他们引导这些鸭子 进去田里面 鸭子会帮他们 吃这个害虫 然后鸭子的排泄物 又可以是最天然的肥料 所以种出来的稻米 就品质非常的好 然后最后你再收成 我觉得当这些孩子们 他们实地的去参与了 这种农作 然后看到了整个过程之后 对于孩子来讲 它跟土地的连结变得更深 而且他们可能会变得更有自信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对 而且他们就真的 我觉得是会激发孩子 一种悲天敏人的这个 就是素养嘛 还是说的能力 因为他们校长就告诉我们说 其实前一阵子 好几次连续的台风跟风灾 以前呢 孩子都会很期待放假 对 结果后来近几年 他们开始推动教育农员之后 最感动的是 孩子在台风来之前 不会再那么期待放假 他们会担心 我们种在教育农员里头的菜 会不会坏掉啊 太好了 对 孩子终于想到了自己以外 其他的东西 就懂得关心别人 跟关心土地 那他们也会回家里头 去影响他们的爸爸妈妈 因为可能过去 台湾几十年来的农业 可能是比较习惯 大量喷洒农药的 那这一次他们在做 食农教育之后发现 哇原来学校的影响力 是可以回溯到家庭 他们在学校里头 接受了这些教育啊 或者是这些课程 他们回到家里头 比较愿意夏田 跟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一起种田 而且也会慢慢的 跟长辈沟通说 阿公你用这个农药不好啦 万一我们吃进去 会怎么样怎么样 哇那个可以 渐渐的影响跟改变 过去几十年来 农业的这个肉系 好还有一个呢 就是所谓的静天卸人 为什么吃饭的时候 还可以有这样的 品格的一个培养呢 对我们也是很意外 才发现 哇原来简单 吃饭一件事情 可以有这么多的学习 我们那时候 跑到宜兰的 慈兴华的福学校去看 是 哇然后他们 我们那天非常的震撼 我们在他们快要 开始吃午餐里头 我们要进到教室 那孩子呢 唱起非常温柔的闽农诗 然后他们就 因为孩子唱了诗之后 心非常的平静 哇本来大家都是 非常期待要吃午餐 肚子饿了这样 东奔西跑 然后可是老师就 引导他们先 坐回自己的位置上 清新的唱了闽农诗之后呢 还会很温柔的说 感谢阳光 感谢土地 感谢众人 为我们准备的食物 然后再请大家开动 然后呢 这个老师的引导 我觉得也很重要 老师会跟他们 介绍当天的菜色 比如说麻将面 老师还会提醒他们 要把这个酱汁 先摇一摇 均匀之后 再开始食用 会更美味 哇所以孩子 对于怎么吃 也很有概念 然后他们 在这样子的 感谢过程里头 他们了解 自己吃到的 每一口食物 都是很珍贵的 然后就透过老师 每天这样子的 引导跟介绍 他们跟他们学校 可以慢慢的 走向零厨鱼 哇就是小朋友 就把所有的东西 都吃完了 对因为他们 原来我们在 吃的每一口背后 他不是只有 好不好吃 我爱不爱吃 他其实有 很多人的努力 比如说农夫的努力 还有厨师的努力 然后也有 爸爸妈妈的 这个供应 还有这么好的 食材跟益餐 所以他们就 不会浪费食材 而且老师也说 他们在 分配这些餐食的时候 孩子可以表达意见 就是某一些 菜肴 他少吃一点 他就可以说 他要少一点 所以他就可以 不要吃很多 他不喜欢吃的东西 那他就可以稍微 不是完全不要不行 对不对 但他可以少吃一点 那也可以训练 他也许他 本来觉得不好吃 后来吃 也会觉得也蛮好吃的 对 所以这个一个小时的午餐 竟然可以吃出 一辈子的品格力 可见得 吃饭这件事情 真的好重要 我们先来听这首歌 这是卢广众所演唱的 开心餐厅 嗯 好 好 昨天晚上梦结 我开了一间店 贩卖一些咖啡 还有一些是甜点 材料非常新鲜 价钱不会太贵 想找我就在菜市场的旁边 而我慢慢发现 只需要大智慧 面对新的世界 需要一些新口味 态度应该证明 用快乐去调味 希望每到餐店都能够完美 我们在市场交换苹果 可能还需要奶油香蕉 你有没有 谢谢你送礼物给我 你喜欢吃什么 我请客交个朋友 多自豪的时候 也真是不中温暖幽默 在开心餐厅里有很多 名字搭乘的是幸福哈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英国的名厨 Jimmy Oliver 他早在六年前就几乎 因不当的饮食行为 导致疾病的死亡率高于谋杀的致死率 而英国国家医疗保健服务统计 政府花费了六十亿英镑 六十亿英镑到底有多少呢 差不多是新台币两千两百八十亿元 治疗因饮食造成的疾病 因此英国自两年前开始就把饮食教育 以及烹饪课程纳入了五到十四岁孩子的课程学习 那么今天呢 我们邀请到的是亲子天下的媒体中心记者李金玉 金玉他们的十一月号 亲子天下杂志的封面故事 要跟我们聊的就是食农教育 那我们刚才也谈到了一些学校 他们真的是有所作为 然后对于孩子的 不只是他们的饮食 我觉得对于他们的生活习惯 以及对于他们的品格力都有影响 再来聊一聊学校与家庭 这两边到底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对 这项麦娟老师刚刚提到 我们这次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发现 其实那个崩坏的饮食习惯跟行为 真的会对于这个国家整个医疗资源 带来很大的负荷 因为它会是一个集体性 而且是大家习惯已久的这个饮食 你很难一瞬间就改变 但是如果在孩子 他这个小就是生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呵护他的味蕾 不要让他的感官那么快顿化 其实孩子对于选择食物 他是比较有能力的 对 那我们这次看到一个非常好玩的学校 他在台南的关田 那这个校长呢 他就是在教育里头找到了 跟英国这个厨师Oliver 很理念相同的 然后他就把这些食欲的理念 搬进去学校 我们那时候去看他的学校 非常的有趣 他几乎可以说是把整个农村 都搬进学校里头 他一开始带我们参访 我们看到有淋教田 我们就想 哇在台南关田 这个实在是太应景了 然后后来我们逛儿一车 发现他们学校什么都有 也有这个鱼菜共生 就是他可能在地底下 他可能是养鱼 然后有一个箱子 但是他们可以把鱼的这个排泄物抽起来 作为这个种菜的肥料 所以他就既有养鱼也有种菜 然后就可以帮小朋友的午餐 加菜这样 然后另外也有摇烤披萨的这个炉 那就是他们学校每年毕业季 那小朋友最开心的一件事 因为校长会亲自摇烤披萨给他们吃 然后这些校长其实就是希望 小朋友可以从产地自己开始种植 然后有一些农耕的经验 认识一些基本的农法 那他们也可以亲手做食物 拥有这个烹饪的能力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对于 选择食物跟选择要吃什么很困扰 是因为我们可能不懂得自己怎么下厨 然后不懂得自己煮 所以呢他们的解食验 每年这个六年级小学毕业生 他们的解食验是由他们的毕业生来准备的 所以他们就会在五年级开始 让小朋友有烹饪课 那教他们怎么料理蔬菜啊肉类啊 所以小朋友很有成就感哦 他们在解食验当中可以亲自做一桌 这个满汉全席来谢谢老师的教导 对 所以种植的影响力其实是非常大的 那校长也说本来有学生说吃青菜的时候就像在吃草一样 可是现在就是说哇青菜吃起来是甜的 这应该就是教育者最大的成就感 就彻底改变了孩子的味蕾 对他就是从种植 孩子会对这个作物有感情 看到哇其实每一个食物它的来源都非常的不容易 然后他慢慢习惯了这样子的食物 他们其实学校我觉得蛮严格的 他们在他们说校长啊 跟老师每天都会在校门口站岗 那他们不希望孩子带所谓的这个奶茶 或是薯条作为早餐 所以他们如果在校门口提这些东西进去 就会校长就会来旁边关注一下 那会希望小孩子不要把这些食物当成早餐 正餐来吃 然后他主要是希望透过这个嘴巴革命 从一开始就改变孩子的味蕾 不要让他们就是太过于喜欢这个种喷条啊 很多调味料的这个料理 好这个是在学校嘛 以前其实常常都是孩子的饮食习惯 在家里建立起来 可是现在我们发觉好像 反而变成孩子在家里面建立的 不太好的饮食习惯 要到学校里面去彻底改变 然后再带回家去影响家庭 也真的是年代不一样 对所以刚刚讲完了学校之后 我们就来看看亲子餐桌的经营是怎么样 因为现在其实父母亲很忙 也真的很少有父母亲可以早上爬起来 做早餐给孩子吃 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更不要说是午餐或者是晚餐了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 应该怎么样来做好亲子餐桌的经营呢 我们这次在搜集当中除了学校这边 我们也希望家庭可以有一些着力点 那我们这次就搜集了 比如说有一些是友善的餐厅 他可以用安心的食材 就是我们所谓用的生态农法 他不喷农药 或者是他就以比较低农药的剂量下去种植 那这些餐厅可能 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起点 就是说爸爸妈妈可能真的很难抽空 从采买一直都要喷掉 但是可以带孩子去这样子的餐厅吃一餐 让孩子惊艳说 原来食物也可以这样吃 他不一定要炸 不一定要烤 他可能用清烫就可以吃到食物的那个原味 因为有时候孩子可能是对于食物的原味很陌生 不习惯 然后很多这样子的餐厅 他其实也会有池塘啊 也会有大树 其实会是一个小朋友在那边 娱乐很好的地方 然后爸爸妈妈也可以比较放松的 好好吃一餐 就把吃当做一个 我们以前常常说五欲 那现在食欲会是我们很重要的第六欲 就除了我们以前的德智体群美 他其实也会是我们很健康的一个指标 那在这些餐厅里头是一个选择 那如果爸爸妈妈有兴趣亲自下厨的话 我想找好食物好食材也会是一个困难 所以我们也搜集了这个农夫市集 现在可以看到蛮多在周末的时候 会有农夫们聚集起来 那他们可能本身是小农 就是他的产量相对来说比较小 但是呢他们也是提倡可以吃当季 吃当地 就是说如果你在新竹 那他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小农夫的市集跟聚落 他就要卖新竹当地的食材 那爸爸妈妈就可以带孩子走一趟 其实他的形式没像我们传统市场的 但是我们可能在传统市场当中 他经过层层的这个通路上 我们可能不晓得 哇这个食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那在小农市集他有一个趣味就是 你看到在卖菜的人 就是他种菜的人 对 你就比较安心 那他可以很详细的跟你解释 他怎么种植的 他怎么照顾他的这些作物 所以比较安心 那有时候这些农夫还可以教我们一些料理的小撇报 所以爸爸妈妈跟小孩子可以 很像是出去一天 很像一天的学习 了解说原来食物可以这样子料理 跟为什么他要这样种植 对所以在我们的杂志里面 也有这个周末亲子 有47个农夫市集选好 是啊 各个县市差不多在上面都有了 可是在这边我们也要特别提醒 买菜的爸爸妈妈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要到这些农夫市集 去选好吃的食材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抱着一种 大特卖减价这样的心情 然后去杀价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对这些农人说 你这个菜又没有种得很大又没有很漂亮还卖那么贵 我常常会在这些小农市集里面听到有买家说出这样的话来 那我都觉得这种话真的很打击 那个辛苦的小农 对你如果想要买又便宜又什么你可以去 它有其他不同的管道嘛对不对 那你既然来到这里了 你就应该要告诉孩子说 为什么这边的菜可能不是长得那么大 可能不是那么漂亮 可能上面还有虫咬的痕迹 你到底是为什么也要告诉孩子说在这边你就不要想着要去买那个很多又很便宜的东西 因为它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可能也要趁这个机会好好的跟孩子教育一下 对就是说它实质上呢我们买到的是这个安心无毒的食材 那它在无形上面呢它其实是一份对环境的尊重 就是我们不用那么多的农药去迫害土地 因为换取那个产量其实是不必要的 是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亲子天下媒体中心的记者李金玉 谢谢金玉 谢谢 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林盛祥所演唱的我装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幸福哈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祝您周末快乐 我们下礼拜一见 我们下礼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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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礼拜呢